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们来一起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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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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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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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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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法都要捨了 何況是非法呢 活法就是善啊 那也要捨 你活法一執著呢 就壞了 一切法呢 不能說由外而內 我們讀這個孟子的時候 孟子就有很精密的討論過這個問題 我告指說 義是外而不是內 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說義是內 所以義就是行善 他說義呢 是外在的一種行為的約束 先有了 這個 善行的這個模式 叫你 不要殺生不要偷盜 然後你再去遵守這個戒律 那 孟子是說不殺生不偷盜是天性 不是一個冥相 所以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的 不要落入 兩邊的執著 一旦落入冥相 就會落入兩邊的執著 這為什麼要講對法 就長調說為什麼說法一定要成雙 製作哪一邊就說另外一邊把它破掉 好 對法 有 外境 無情無對 無情就是沒有情勢的 就是外面的境界 環境 有內有外 天與地對 我們講談天說地 天與地對 談天就要說地 不能光談天不說地 講到天 就要講到地 講到天堂 就要講到地獄 這是相對的 那我們講天堂地獄 天父地母 所以皇天厚土 皇天厚土 天有天公 地有什麼 土地公 皇天厚土 所以我們一般 道經很喜歡講到天 明明是上帝 但是講到天就要講到地 天公地母 人才不會說 一直好像要向天而去 巨無飄渺 沒有落實在大地上面 所以 天與地對 日與月對 太陽和月亮對 太陽和月亮呢 都是一種光明 但是光明有兩種表現的形式 一種是太陽 太陽是一種 剛烈的 那麼月亮呢 是溫柔的 同樣是光明 一個是剛烈的 一個是溫柔的 一個是所謂的神木如電 一個是 一個是菩薩 一個是菩薩 低眉 所以我們用太陽代表什麼 師尊 用月亮代表什麼 師母 樂會菩薩 所以師尊呢就是神木如電 我們看師尊的 傳記這個老前人 道長在形容師尊的時候 眼睛平常都是首旋 半開半閉 但是眼睛一旦睜開以後 神木如電 眼睛像放出電光一樣 色人心弦 日 那麼師母就不同了 菩薩低眉 和默默的 叩首 發願 頂潔救師 好像月亮一樣 好像沒有照到你身上 像太陽就讓你很有感覺 太陽出來你是很有感覺的 月亮你沒有感覺 可是它還是光明 還是黑暗中最大的光明 夜晚裡面最大的光明就是月亮 所以日語 樂隊 那麼用到我們 成全 道親身上 就是 一方面要像 太陽一樣 光明磊落 一方面要像月亮一樣 收斂 含蓄 我們看人看事也是一樣 看要看得很清楚 但雖然看清楚 可是呢 又要 睜眼閉眼 不要斤斤計較 我不是不知道 假裝不知道 我什麼都知道 只是日 假裝不知道 只是月 日月通明 日語樂隊 明語暗對 光明和黑暗 相對 有人說 人性有黑暗面 社會有黑暗面 那我們就要講光明面 不能跟著他一起講黑暗 要講光明面 如果光是歌頌光明呢 要提醒 這個世間還是有 黑暗的那一面 黑暗的那一面 道場也是一樣啊 有光明面 也有黑暗面 不能光講那一邊 等他發現黑暗的時候 他就受不了 你不能光講黑暗面 那就絕望了 一點希望都沒有 所以明與暗對 不能偏到一邊去 一昧的歌頌光明 或是詛咒黑暗 都是錯誤 對於歌頌光明的人 不要就讓他 一直往那邊去 有人會這樣子 剛開始修道 哇 很熱誠 都是講的都是光明面 修道有好沒有壞的 道場裏面的人 都是跟先佛菩薩一樣 好的不得了 所有的事情都是盛事佛事 我們所有的冤箭業障走入道場 就好像 冰碰到太陽一樣 統統融化掉了 這個光明面 就你心中懷抱的這種 燦爛的希望 慢慢一個個破滅 就會很沮喪 所以 這個光明面一定有黑暗面 我就會提醒道清 就算是釋迦牟尼佛的道場 也有提婆達多 來分裂生團 也有釋迦牟尼佛的 親生兒子 善心比丘 親兒子 善心比丘 放在身邊當逝者 還是成全不起來 算門再悔 悔到棒法 這個就是黑暗面 這個世間就是相對的 有光明一定有黑暗 一定有黑暗 那同樣的呢 再怎麼黑暗 都有光明 像有些人 他的心靈非常的黑暗 像我在道場中 就發現 有兩種人 他們修行最用力量 最得力 哪兩種人呢 一種是得了癌症的 一種是得了精神病 有育疹啊 精神官能啊 躁育疹啊 我們一般道場 最好 不要惹這個麻煩 事實上在我佛堂裡面 癌症病患有好幾位 精神病患也不少 我也要發現他們最誠心 為什麼 生死攸關 他掉到黑暗裡面啊 他才可叛光明啊 一般人不會可叛光明的 不會可叛光明 一個人從萬丈深淵往下跌落的時候 他唯一能抓住的 就是上帝 就是先佛菩薩 什麼都抓不住了 他抓住了 他感覺到那種 不一定說能夠讓他的病好 可是可以讓他得到 安全感 讓他脫離那種痛苦的深淵 所以他也緊緊抓得不放 很好成就 黑暗之中自有光明 名與暗對 我們人很容易有偏執 好害怕黑暗喔 要追求光明 其實不用害怕 黑暗裡面有最大的光明 所以很多 發現很多道心 堅真不厭的道念 都是在苦難中 培養出來 在苦難之中 為了要度過苦難 度過黑暗期 所以深深的種下這個道種 不修道 根本度不過那個黑暗期 這就是說 黑暗中的光明 我們修道人不要害怕黑暗 不要害怕人生陷入低潮 不要害怕事業 家庭 身體健康出問題 那個往往 就是 相反的 表面的黑暗 就是要讓你走向無限的光 耶穌 所以耶穌只有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祂的道 到達頂點 百分之百的犧牲 於是造成 百分之百的成就 我們保光建德道場 保光主的道場 最偉大的一刻 就是 潘道長 品節的那一刻 那個時候呢 才真的是 保光四色 道光四色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 黑暗與光明 黑暗與光明 我們說法做一定要這樣 人生一定會陷入黑暗的嘛 不能只有光明 所以光明和黑暗 對法 讓眾生不要掉到一邊去 同樣我們現在道物蒸蒸日上 這時候也要提醒大家 要小心 是嗎 廟大人多是非多 不要在 光明的外表之下 滋生黑暗 光明反而變成黑暗的溫床 因與陽對 陰陽相對 陰陽相對 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 這叫太極 太極 陰中 必有陽 陽中 必有陰 太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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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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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後學 國堂在開三寶修辭 三寶修辭班 就有一位 道欣帶了他的 他在 學校讀書的時候的 學妹 来参班 上次就有来了 上礼拜一就来了 这礼拜一再来 为什么这礼拜一再来呢 因为上礼拜一来参班的时候 在这个 三宝修持的第一堂课 玄关式呼吸的时候 看到一个骷髅头在眼前 看到一个骷髅头在眼前 然后就 就跑去问那些通灵人士 通灵人士说他在佛堂 卡到阴呢 卡到阴呢 所以呢 他这个礼拜 为什么再来呢 因为他想再试试看 还会不会卡到阴呢 他们是在读研究所的 学生啊 有求知的精神 他再试验一下 他会不会再卡到阴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跟他在里面讲啊 没有阴的啦 不会卡到阴的啦 那是没有用的 阴语阳对 这时候我就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接触过一些可以到场的其他宗教的寺庙等等的 他说有啊 他说尤其高中的时候 因为好像身心出了一点状况 带到这个庙里面去做这个座盖啦等等的 那当然陆陆续也都有去一些寺庙啊 问东问西的 他说有些庙是阴庙 他里面呢 他里面呢 这些阴神啊 这些阴神事实上都不是神 都是威德鬼 鬼王啊 他们也有好心啊 什么叫鬼王 就是他没有真正的羞耻 他有时候行善 然后去世以后呢 会显灵 有人拜他 就变成所谓威德鬼 那威德鬼你说是某某威德鬼王 没有人会拜他 都是假界的神明的名义啊 在那边显灵啊 挂羊头卖狗肉 挂的招牌可能是 妈祖庙啦 官帝庙啦 等等的 但事实上里面不是 你如果说 碰到这种的 他们也很灵啊 帮你解决问题 他说帮人家解决问题 能够解决的 我的问题应该是好的 我说是啊 他们是很善心帮你解决问题 好像到医院去 他本身是学这个 研究所学这个生命科学的 我说到医院去 医生也是好心啊 要帮你把病赶快治好啊 有一个办法给你吃肋固醇 我说肋固醇很不好的东西啊 他学这个的 我说是啊 可是有效对不对 他说对对对 但是后遗症很多 黑暗后遗症在你身上发生 你喜欢跑这些神庙啦 就有那个阴气 那些阴神啊 鬼王帮你处理问题 处理掉以后 不是说他害你 你身上有那个阴气 那阴气呢 到外面去 可能走到什么黑暗的角落啦 坟场啦 马路啦 树下啦 那才就会卡到阴呢 所以像我们道经有时候 喜欢到那些神庙去问事情 要小心啊 你不会在那边卡到阴呢 你在外面也会卡到 你身上带着那个阴气 尤其是因为你信仰他 拜他 所以那个阴气都入心了 阴气都入心了 所以我说你这个就是 带着阴气进来 因为我们佛堂有很多这种例子 然后进来呢 在佛光纯阳 纯阳之气的照射之下 那个阳气要把阴气驱逐出去 所以就会产生这些幻觉了 不是 但还好呢 还有的人全身发抖的 打阁啦 打哈欠的啦 什么都有 可是 坚持下去以后 那个阴气就散掉了 还有人要来好多次到佛堂 好多次甚至半年了 像我们那边有一位道秦 根本就是 当机嘛 后来不堪其扰啊 工作的时候都有什么力量 在拉他啦 抓他啦 捏他啦 耳朵旁边骂他啦 后来跑到佛堂来 哇 进来的时候真的 坐都坐不住啊 不照不安啊 但他知道说自己身上有很多的 因的东西 所以慢慢慢慢现在就好了 化掉了 所以因与阳对 比如说你身上有阴气 就要用阳气来化 用阳气来化 用阳气来化 所以走阴庙就要到佛堂 到阴庙 到阳庙来 才可以化掉这些阴气 才可以化掉这些阴气 然后另外一位道秦就问啊 他说他是一个好朋友 他说他是一个好朋友 也是讲师 说是 这个 在 就是佛堂的坛主 宫堂的坛主 然后呢 有一次要买个房子 所有人都告诉他 那个房子一定会大落架 他就不信 为什么 他在佛堂点佛灯 烧 山柱香 然后 寡杯 连三杯 那 通通都是买房子好 后来他果然他买了 来了以后呢 果然大落架 陪了一塌糊涂 他又跑去问点传师 怎么回事啊 我在佛堂里面 神明怎么 仙佛菩萨给我的答案是错的呢 居然是跟他讲说 你可能没有感应到正神 感应到那种不好的神明 佛堂点佛灯烧香怎么会感应到 佛堂不是那些阴的都进不来吗 但他不敢这样问 心里就有疑问 他那个好朋友道琴就跑来问我 这就是所谓的 阳中有阴 佛堂是智阳 纯阳智阳 纯阳之中就有智阴之物 什么是你的阴物呢 你的执着 你的贪心执着 我说佛堂是传道的啦 跟你拔杯的嘛 是不是 乱用一通嘛 跑到佛堂来拔杯的搞什么 搞不好我们道琴就有这样子 家里有佛堂 拿一个杯在那边拔来拔去 那一念起来就是阴啊 那一念起来就是阴念 马上就中邪 马上就中邪 就考你 为什么没有智慧呢 佛堂是要让你开智慧的 民心见性的 然后用你的智慧去判断 智慧都不用 自己不用也就算了 别人帮助你 用智慧来帮你判断 都不信 就要相信寡杯 你就算联德九杯 也是上天要考虑 不要说联德三杯 我就认识一位点传师 专门碰到事情就寡杯 有一次也是要买一个大佛堂 人家都说那个人不保险 那个房地产的尖客 好像有钱科有什么 他就贪便宜 那个房子可能 2000万他只要1200万就买下来了 实价是2000万 一定有骗局 他跟他讲 他也是到佛堂 点佛灯烧大把箱 点专丝可以烧大把箱 把杯连德三杯 买了 被坑了 付债1000多万 后来积劳成吉 很着急啊 一直拼命赚钱要还这个钱 最后得了猛爆性肝炎 归空 年纪轻轻就归空了 这就是所谓的 音语扬对 扬中有音 你绝对不能说 迷信 不管迷信哪一边都不行 迷信音庙也不行 迷信羊庙也不行 我们道场是羊庙 一般很多神坛是音庙 不要看音庙 音庙有时候也有羊 他一念纯善 音庙中有羊 羊庙中有音 我们在道场里面也有很多人在里面假公祭司 对不对 然后贪心执着 无痴 无知 愚昧 这个都是羊庙有音 所以音与羊对 这都要对着讲 绝对不能说 这边一定是好的 那边一定是坏的 这边一定是羊的 那边一定是阴的 不能二分法 二分法就很容易 让众生 偏磁 偏到一边去执着 水焊火队 水焊火队这不用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一个是 湿的一个是干的 但是水火都无情 那水与火队 跟我们 人生有什么关系啊 说法怎么会说到水焊火 有没有听过 水火劫煞 水火劫煞 已到眼前 水劫火煞 水火劫煞 我们很少碰到水火 少数人碰到什么 灰酒厨 水灾 那终究不是普及万名的 但是我们一切众生 都在水火劫煞之中 所谓水火劫煞 已到眼前 都到了眼前 什么是水劫呢 就是我们的贪欲 火劫煞 什么是火劫 就是我们的愤恨 就是我们的愤恨 所以像 后学在看 这个道清 前道和坤道 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 一个水劫一个火煞 前道多半都欲望比较多 坤道都火气很大 一天到晚气呜呜的 一度是火 所以像念经的时候 也可以发现 像后学 有时候 让道清念这个 金刚经 像六祖坛经里面讲说 要长诵 持诵金刚经 那前道啊 很少有人能够 从头念到尾的 坤道大部分都做得到 中气十足 一度是气 那前道为什么做不到呢 没有精气 因为欲望多 欲望多 音域也比较重 那个 所以说 精械则气散了 气都散掉了 所以这就是水和火 又不同 所以你看夫妻在一起 大部分都是先生比较理亏 太太理亏的少 太太都理直气壮 很气 先生都疲漏很多 疲漏很多 因为贪财啊 好色啊 捅好多的疲漏 坤道比较不会犯这个毛病 可是坤道就是 怨恨心很重 那贪财好色呢 将来转世做敌沟 怨恨心重更糟 转世做毒蛇 都好不到哪去 所以水与火对 所以这个呢都是 出雨要成霜 不要落到一边去 你如果光讲说 不要欲望太重 坤道就很容易说欲望少 他做得到 可是呢 他火就剩了 火就剩了 他前道呢比较做得到 脾气好 好好先生 可是偷鸡摸狗 捧鸡肉 你不要看啊 那些什么包饿奶的脾气都很好 都可以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的 赌博的啦 什么那些 乱搞的 所以脸皮很厚的 没有修就做得到 这个兔子腿王八脸 都修成了 骂他都没关系 你不会给他搞搞 所以这叫无情无对 不要认为这个无情啊 好像跟我们没有关系 有些关系可大了 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 这个无情无对都可以用得上 都可以用得上 天天有天工地 地有土地工 黄天后土 对不对 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在说法的时候呢 慢慢的把它带进来 所以我们呢 这个 灵魂 要超越 就要天工 是吧 向上天 天堂升华 地母 我们的肉体要安室 就是要地母 你的工作啦 事业啦 家庭啦 这个都要靠地母 靠地神 土地工 城隍土地 这些来保佑 媽祖啊 这些都属于地神 山神 海神 地神 全部都是属于这个 这个厚土的范围 这块土地上的神 所以说要静天地 理神明 或者光天 地也要静 静天地理神明 所以天有天的神明 地有地的神明 也要静天地 哇 好